刘雨晴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温米生堂 那个第一满这样,比较鬼 鬼摊 就是哪一个女こと? 啊! Everything 它有看吗? 有有 哦,职道里面 那个场是我们跟人家接的嘛 通常是你说跟人家接的时候啊 你说是拍那些死人戏啊 或者是鬼戏啊 他们肯定不接的 或者是会会有很多借口啊 会不会弄得很肮脏啊 或者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拍的时候啦 就是我们只是讲 只拍戏 然后尽量不要讲是什么类似 如果他真的是问到很懂的话 一直问的话啦 就跟他讲这是一个警匪骗 没有骗他嘛 然后呢 就等到他不在 或者的时候才把他的死事放下去 就是不尽量不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就是很怕让他知道 如果他有人来到我们一点 也是想好了处理方式 就是尽快把它清理干净 或是哪一个不盖家 不要让他们看到这样子 因为通常马来西亚的观众就是不借 因为我们就是借嘛 不是给钱 就是拍了过后你不放他们就够看到会 会死这样 所以不累不理了 所以就当作是借一次锅这样子 可是没有办法啊 如果你跟他照实讲的话 有些是搬担起来就不借了 可是你又很喜欢让他进屋 又很闷 很难借哦 怎么办呢 你到其他地方还是要遇到这种问题 所以我们不如试试看走鞋 不过你要走的时候 你要弄他干干净给人家 因为有很多跑来圈的 就是要拍尸了啊 垃圾乱丢啊 把人家弄话又没有跟人家讲了 弄臭的名字了 人家一听到有了有拍尸对来了 就全部杀手领头 不要接 有钱都不要接 就是给那种害群之法害死了 所以我们的小制作公司 就算大制作公司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很难接到几 做问题最简单解决了 找工作人员商 工厂都是这样子的 就说之前我是在Double Vision那边拍 就是做道具的 以前 然后如果他们不够演员 那边还要一个人做 然后演员又不够怎么办 然后就叫工作人员那边杀 就坐在那边了 所以我们常常上镜的 就看我们背后啊 就如果是真的不够演员的话 就工作人员会顶上 除非是有那些 已经拍了很多场了 然后一定要见到他了 就会有灯都没有办法了 所以是这个辅导的指令啊 就是很重要了 就是要confirm那个人会当 电影有一个好处就是 道具就是做造具的嘛 就是每一个分工都很清楚啊 所以如果你那个人手不够 就找那边的人手 然后我自己的啦 有一个间接师的 然后有一个摄影师 来说是摄影师喔 然后有 有一个摄影的 不过那摄影走了啦 然后就 有一个是 辅导 所以辅导就是拍板啊 写场记啊那些东西啊 如果接下来 诶 我那场戏需要 场景啊 或者是灯光式的 需要去外面前 你知道吗 正常来讲啦 就是 我们 有了一个 剧本喔 最起吧 因为你要找投资人 你要知道 你要给投资人 他到底投资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然后就是要拍一个 现在比较流行的 就是拍一个T-shirt T-shirt就是 额 就是预告这样子 类型的 对对对 如果你的 你的戏是关于 运动的 或者是踢球的 你会找 运动品牌啊 品牌啊 COLA或者是 就是看 可以拉到进来 是可以的 有很多 Hollywood啊 有很多导演 都是这样子 如果 偶尔爆炸了 他自己垫 垫咯 可是他要占多少% 可能就很少 这样子 可是 没有办法 这是你的问题 不过 不过是比较少 有这种情况啊 因为 一开始就有一个 制作 甘仔 简直啊 就是去control 你们的钱的 嗯 他一定会有 预一点是后备基金的 就是 啊 他会要看 看准那个 那个制作进度 如果是 快over了 他就swap你了 或者是你一开始 需要什么大场景啊 他已经知道了 算好钱了 不会跑到哪里去的 如果你再要钱 他会swap你咯 就是不可以再 超过那个钱 看这才能有 是想拍电影的 还是 因为电影是每一个导演 或者是 影视工作者的梦想 最终目标 不过 最近在马来西亚的 那个情况就很不乐观了 因为太多拍蓝片了 然后让到那些 观众没有信心了 所以你分分钟 一百 两三百万的制作 制作 制作 制作啦 两三百万的制作啦 你要用 百多的 两百万来 去cover 宣传那方面的经费 是哪一方面的 我还在找着啦 那方向 所以我现在都拍很多 不同类型的 未电影集 然后去尝试 最近我就拍了一部 比较近情的 就是外语 外语给老公知道了 然后就讲了要生要死啊 那样子啊 之前我是拍戏剧比较多 然后最上一次我就拍了 那个车魂式 那种就是鬼片啊 旋遗片那样子 然后外语神探就是 就是查案的那种 那种片种嘛 接下来还会拍一些 比较零零种种的 不同类型 或者是方法去 都去尝试 我找到自己的 自己的那个方法 或者是 风格 OK 一开始我去的时候 我是想做演员的 然后我就觉得 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就是样子不是很好 那所以就 然后对镜头 可能就会很怕这样子啊 会忘记对白啊 知道了之后就觉得 诶我还是喜欢影视这一行啊 然后就转去做导演 没有啦 就是看你 他看你的经历的啦 如果是你是小导演 或者是新的 都肯定是会hub你的 不是产产中hub的 可是你要清楚 你的戏是讲什么的 当然啦 有时候他们的意见是好的 你要去分 去会过滤哦 可能他讲 诶这一场戏哦 这个人应该是要大声讲话 那什么 他了解了整个角色 然后他给到 他演的东西 是应该要这样子的 诶你过滤了 我觉得 诶是我 你要接受人家了 不要因为面子问题啊 啊 然后不要接受 然后到最后 有得罪人 然后你的片就不好看 这样子 如果是 你觉得 你的理念是对的 你要 很有感谢 跟他讲 然后他还是会听的 因为他看到你这样坚持 那些演员啊 会自动就这样 哦这样啊 你要这样子 我就给你这样子哦 他们会软滑 我们这里啦 我们这里如果你是做 intern的话 我们有18块一个月 有一些公司 根本就没有了 每一个公司都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然后去找 找那方面的 墙项去找 往那墙项去找那个 你的定位 就是你的客户嘛 客户员 所以 我们的 就是以搞笑 还有 诶 搞笑为主啦 可以讲识 所以就以这个方向去 就有趣啊 或者什么 这个方向去 去发展 我们是 在读的学生啊 就是 没有想 没有 出来工作的 那个 认知了 对 以为自己是 听他谋的 创意谋哈 你懂的 很多都是这样 我以前都是这样的 所以 我很后悔的 因为 我以前也是这种 诶 诶 为什么要做这种东西啊 你不要怪这样子 很轻薄 或者是 诶 因为 你都还没有 又没有钱 又不出名 你怎样去做 其他 人家 人家凭什么 要相信你 可以做到 另外一种东西 如果 你有钱了的话 都好 然后 你把那些钱 做你想要做的东西啊 去派个电影啊 去参加比赛 然后给人家知道 就是 有很多人在那边等 等人家投资 诶 有人来给你几百千 我去派电影 谁会这样奔的 他说 你又去找 我们之前也是 就是这样奔去找 然后就找人 诶 我们有个剧本 很好的什么什么什么 你是谁哦 人家一问就 问这个问题 你是谁哦 你老过讲什么讲话 我们就算有 拿过那些 要讲 然后给他看的 他也是 如果可以维持到我生活 的话 会一直干下去 因为 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嘛 所以就 应该没有一个先前出 除了死活 是没有人 没有人找啊 就自动就不用做了 没有讲 给自己一个先一个时间 我可以拍自己 就是做 喜欢做的东西 世界上有 差不多有 90%的人 是做着自己不喜欢做的东西 嗯 嗯 如果可以做到自己 喜欢做的东西 也是很幸运的 不要再埋怨很多东西啊 比如讲 钱不够用啊 那些 哈哈哈 刚才已经讲了嘛 就是叫你们要坚持啊 如果喜欢这个东西 就先不要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太高啊 嗯 就是要以学学心态去做什么东西 都不喜欢 因为你们还年轻 因为我自己的名字很普通啊 讲了人家会忘记 然后就直接就 一开始会笑一笑 那不管黑猫啊白猫 会拍动自己的就是 好猫 讲一下飞猫 哈哈哈哈 One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